少女为什么要到停尸房猥亵尸体 一切源于一个极度恐怖的游戏 大家好我是魔女佳尔 今天将给大家带来国王游戏下半部的剧情 没看过上半部的请点击右上角 或是字顶留言提供的链接进行观看 上戏提要 美约向剑太告白 得到了剑太肯定的回应 没想到这样反倒让她萌生了恐怖的念头 既然大家到最后都会被国王游戏搞死 道过如现在就相爱着死去 让爱变成永恒 剑太努力尝试炫复美约 却发现美约整个人已经着魔了 无奈之下剑太将她打晕 翻开她的油箱 输入了自己和奈金子的名字 然而事与愿违 一些正如奈金子所说 美约就算换新手机也是没用的 她的人生早在她摔手机那一刻已经结束 可悲的是剑太曾给自己下打过 必须保护美约性命的命令 所以美约死了 剑太也会死 二人被适宜至稀而亡的惩罚 与此同时 女同学姚香正在临安室抓尸体的手触摸自己的胸 原来必须和她一起完成谋凶任务的人提前犯规死亡 姚香不得已处死下策 结果国王病毒并不买账 姚香 足 生命透过讯号塔的位置终于找到了剑太和美约 然而剑太不想生命目睹他们的死亡感到痛苦 还是提前将其赶走 无奈的生命只能在他们死后 回头把他们的尸体摆在一起 但是见太和美约已死 奈金子打电话来凑日闹 还提醒声明 自己收了她的手机 此时的她 刚完成了和辉煌度爱的命令 其所作所为 让辉煌十分反感 辉煌员打算做些什么 不料被激情的奈金子发现 手机还被当场夺走 这一幕 被奈金子的好姐妹 艾美看得一心恶处 女同学送本李旭菜 透过剑太的手机联系声明 经过这段时间的资料收集 李旭菜发现其他学校曾发生过学生集体死亡事件 而奈金子就是案发班级唯一幸存下来的 声明把单字邮件的事告诉李旭菜 二人交换手上的情报 发现文字居然是共通的 也就是说 如果想了解完整的文字内容 就必须联合也经历过国王游戏的奈金子 画面一转 国王发出了新的命令 这次的命令非常特别 同学们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手指切断或折断 右手的手指断一根可以加一分 左手的手指断一根可以减一分 无论是加或减的分数 都可以给自己或者送人 但游戏的最后 负分也就是零分以下的人会接受惩罚 简单来说 想害人就折断自己左手手指送人负分 想救人或救自己 就折断右手的手指获得加分 不想害人或救人可以选择弃权 游戏开始前 回望建议大家一起弃权 没想到奈金子一口拒绝 还用回望的手机 挥逼回望听话 就这样游戏开始了 厂上共有11位同学 包括声明在内的5人选择弃权 结果轮到回望的时候 回望居然拖延时间不弃权 才主动给声明剪了个帅气的发型 为了从奈金子那里 拿回自己和声明的手机 他废掉自己右手的一根手指 和左手的五根手指 掌握了加一分以及负五分 奈金子无奈就范 手机到手 回望顿时仰天大笑 反悔了 他把自己的加一分送给声明 把负四分送给奈金子 剩余的负一分 送给奈金子的闺蜜艾美 为什么要给艾美负一分呢 因为那是艾美事先要求的 他想知道奈金子 会不会看在他们的友谊份上 自断一根手指救他 如果奈金子愿意 他就愿意自断四根手指救回奈金子 然而艾美还是太天真了 奈金子为了自保捡起石头 果断地砸断艾美用手的四根手指 他相信自己能让艾美自愿救他 经过一连串的嘴炮 他成功让艾美回想起美好的过去 从艾美那里得到加四分 清除了自己的负数 紧接着 奈金子折断艾美的最后一根手指 让艾美清除自己的负数 活下来继续当她的棋子 断手指游戏圆满落幕 待艾美和辉煌到医院包扎完伤口后 时间来到了凌晨十二点 系统闲日回放将会受到国王的惩罚 原来 奈金子在把手机还给他前 偷偷动了手脚 替他拒收了国王邮件 就这样 回放断头惨死在所有学生面前 给全员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心理创伤 然而国王的命令一刻也没有缓下来 所以新的命令 是班级全员必须向艾首山顶奔跑 不准使用交通工具 每过八个小时 距离山顶最远 也就是跑得最慢的人 就要受到惩罚 艾美被奈金子当场丢下 失去生存欲望的她 决定牺牲自己做第一个死的人 生命于心不忍 坚决背着她一起跑 艾美不想连累生命 只好自觉地跑了起来 与此同时 其中一个同学为了保命 把跑在自己面前的同学 胜利一把扯下楼梯 胜利为此受伤晕倒 老好人生命得知此事后 把艾美托付给其他女同学 自己则返回去寻找晕倒的胜利 在这里 她遇到了体力不行而落后的李旭菜 胜利也从昏迷中苏醒 和他们一同奔跑 三人一路跑到天亮 休息时 胜利的身体由于负伤行走 达到了极限 整个人掉进了海里 生命绝望地看着又一条生命的四序 心灰意冷之际 意识中的健太 美月 辉煌 以及智慧美鼓励着她 李旭菜主动搂着生命 为她取暖 总算令生命打起精神 距离游戏开始 过去了八个小时 生命知道就他们跑得最慢 于是夹肩绑鞋带 跑在李旭菜身后 想替她接受惩罚 好在 系统显示胜利是距离山顶最远的人 生命才得以逃过一劫 相处间 李旭菜对生命产生了爱慕的情感 又一个八小时过去了 两人仍旧没有追上任何人 李旭菜为了不让生命替自己去死 居然一脚踢向生命的 独自一人往反方向跑去 没想到 这一场的生命还是忍住蛋疼超越了李旭菜 时间到 说到重罚的人 是艾美 原来艾美为了救他们 一早就折返回头了 因为选了另一条路 才没有被生命碰见 最恶心的是 艾美在死前的最后一刻 仍在心心念念着那一镜子 路上 生命向李旭菜说起了上回国王游戏的结局 激励艾自焚而亡后 生命和智慧美再次接到国王命令 要求他们两人在五分钟内杀死最爱的人 两人最爱的正是对方 因此智慧美为了保全生命 迅速举刀自尽 离死前 留下了让生命一定要活下去的遗言 至此 国王终于传来了最后的邮件 内容是 继续进行国王游戏 还是接受惩罚 画面一转 那已经指第一个成功到达了夜守山顶 趁着还有时间 他决定要互害同学 于是 第二个到达山顶的男同学 就中了他的陷阱 腿还被他一脚踩断 第三个到达山顶的女同学 被他的话术勾起恐惧 失足摔下悬崖 至于李旭菜 辉煌的好友 辽 声明以及晕倒被他背着的眼镜女 则赶在最后60秒前 抵达山顶 辽看完命令后 为了不让声明干预而杂云的声明 下一条命令是 在场的人 必须有人切割自己的身体 用切开的部位并接受人形 也就是说 必须要从五人身上 抽携一双手一双腿 身体以及头部 辽自从辉煌死后 就出现了精神问题 极度想得到辉煌以及声明的认可 因此他想用自己的身体 独立完成任务 可能是剧情需要 这里附近居然会有电锯 于是在耐静子的帮助下 辽聚下了自己的腿 眼镜女恰好在这时苏醒 认为是耐静子杀了疗 而与之搏斗 残遭其剧断身体残死 正当李旭才差点遭耐静子毒手时 声明醒来了 他向耐静子提出 与其一辈子被国王游戏折磨 倒不如寻找结束他的方法 于是 彼此并接了从单字邮件收集回来的字 发现了以下的句子 要结束国王游戏 必须限述参与者全员的性命 只要有一个人活下来 国王游戏在全人类灭亡之前 都不会结束 原来 人一旦参与过国王游戏 体内就会永久带有病毒 所以就算幸存 也会传染给周围的人 让国王游戏再度开始 耐静子当然是 宁愿病毒产变事件也不想死 一次理念不同的双方 再次打了起来 声明不敌耐静子的狡猾 被他紧紧掐住脖子 关键时刻 你去猜点起地上的电锯 大力巨像耐静子的后背 你去猜把握时间想向声明告白 无料 耐静子竟然拥盯自己最后一口气 拿起电锯 巨像声明的脖子 倒地的身间 无数回忆涌现 原来耐静子曾经也是个有感情的人 临死前 声明留下遗烟让李旭菜活下去 在那之后 他看见了智慧美 职业 健太 利爱等一众同学们 还有我觉得应该下地狱的耐静子 大家一起上了天堂 而李旭菜则成为了国王游戏的幸存者 可以选择继续进行游戏 或者接受惩罚 为人正直的李旭菜 两者都不选 他抱着声明的尸体 头海自尽 终结了这场国王游戏 故事结束 想得美呢 这游戏将继续下去 直到全世界死光为止